8月18日,上海 网报一名女子在迪士尼排队中途想上厕所 工作人员发放了厕所卡,限时20分钟 带女子回来后被告知超时,需要重新排队 随后,女子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后,都溃大 最后,工作人员用轮椅送女生离开排队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